加拿大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為香港擴大移民配額 加和希望以公眾教育協助有志移居的港人去尋找新生活 大家好,歡迎來到加和 加和是一個加拿大聯邦移民局資助的新移民服務機構 我們的服務範圍除了有新移民安居服務 其實還有很大部份是心理健康、輔導、心理治療、家庭服務 這一類型的服務 亦都是因為配合沿江移民局 由2020年尾開始已經推出的一個加港移民計劃 續升救生艇 我們做了很多公眾教育 拍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無論是找工作、入學、怎樣去申請 醫食住行、加拿大的法例之類 其實都很作重來來之前和來之後的申請人的心理健康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來一個心理嘉賓 大家少見一點的就是Yvonne Hello,你好 謝謝,國喜好 Yvonne是代表什麼呢? 他是Psyche 界的 他代表心理健康界psychologist Psyche 界 還有他代表他的組織 叫做Hong Kong Canadian Academic Network 香港加拿大學者聯合 其實我們的名字比較QK的 叫做Hong Kong Collaborative Academic Network 意思就是攜手、聯合、聯繫 的一個網絡 就是學界的 中文叫做港學者聯盟 好 那我們不如先讓你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組織 這是什麼時候成立 有多少成員 還有它的規定是什麼 好 其實我們也不是什麼組織 只是一個社交媒體的一個群組織 就是2019年開始有這樣的想法 很想連繫很多海外 在香港去了海外的學者一起 初初都是想著 提供一些資訊給香港的學生 讓他們有些機會可以知道一下 在這邊讀書、生活、做學術界 是會怎樣的 一些資訊 還有我覺得我自己小時候 或者年輕的時候 都缺乏香港人做我的Mentor 我認識的香港學者都少的 還有有的都不太有興趣 變成我身邊的Mentor 都是西人或者是猶太人 我覺得不如我們香港人 都做回我們應該做的本分 做回Mentor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這個HKCAN HK Collaborative Academic Network 希望透過這個Network 可以給一些資訊 還有我們學術界的人 可以One-on-one提供一些Mentorship 還有給一個人際網絡 一個Network的學生來到這裡 他們可以有學術的幫助 或者是找工作的幫助 大致是那個Idea的Mandate 就是這樣 其實有多少成員 是不是大部份都是學者 就是博士 其實我本人也是其中一個 你看我們成員來的 我沒有問過你已經加入了 其實有大約多少人 這些就是哥哥姐姐 或者比較有少少經驗的前輩 就是帶人合入 這些師傅其實有多少個 可以給大家看 我們大概有188個學者朋友 但他裡面有些都是學生來的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學生分享經驗 但他們都是會提供資料的 例如他會教大家怎樣報大學 大學生活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都 學生都成為了我們的 每一部分 因為只要他們提供資料 我們都會歡迎大家參加 所以如果在影片旁邊的朋友 想分享你的經驗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的 不一定要是學者 那其實也有很多人 是不是 你說百幾二百個 就算你一半是學生 也有差不多一百個師傅 給大家去拿著 是不是 多過一百個師傅 對 多過一百個師傅 不過我明白 就不是全部只是加拿大 是不是 不是的 周圍都有 多數是美國 加拿大 還有有少少歐洲 其實我們都在開放 想找一些英國那邊的學者 來參加我們 他們那邊都有人說 會有興趣 那我們就快要伸到我們的爪牙 過去 勾結一下歐洲勢力 勾結歐洲勢力 很快 是啊 是啊 其實主要都是 我做一個很實際的人 我就不懂得說 psych 的東西 都很想在你身上學一下 其實一定要做這件事出來 我知道其實你是主老人 你就是搞屎棍 是不是 那當日為什麼要搞屎棍呢 是不是就是因為看到 是一班青年人 除了有需要之外 就是根據你自己的專業 其實你是不是看到 他都有一些心理上的確定性 要調適 還有如果得到幫助之後 他心理那個質素 有沒有改善之類 你分享一下那邊的 醫療的經驗 嗯 其實我不是醫療的醫療 不過我是一個研究人員 就專門研究一些 心理的進行 是怎樣可以幫到 有需要的人 這樣 所以我其實不可以 在臨床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些什麼 但是我 就只是 其實 從實際經驗 接觸到他們的經驗 是啊 其實我是覺得 我自己本身 在年輕的時候的經驗 是影響我多些的 就是 繞圈 不盲摸摸 亂的 那些課程 又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也不知道那些課程是為什麼 就這樣過來讀書 讀書 那麼 所以那個 沒有人幫 我想幫回香港人 這個 的 idea 是最大前提的 現在香港發生了這麼多事 我覺得年輕人是需要一些出路 不一定叫他們離開香港 不是什麼意思 但是去擴闊自野 去外國深措 也是好 而且又剛好加拿大政府 又開放 那個 救生艇計劃 Anna 你做了很多 那邊的事 那 所以這麼多的原因 加起來 令到我 很想幫 就是 用自己的 小小知識 小小的勉力 去幫助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 那 我把這個 idea 告訴我的朋友 他們都是學術界 剛好他們又 一起說 好好好 那 柴娃娃做出來的 就不是說 一些 很有組織 那 你說幫 心理那邊的支援 是有的 那我們 現在 覺得 香港的 年輕人最重要 就是 Catch 到我們這個 救生艇計劃 那我們就 著重是 講 怎樣入學 找工作 建工 這類的 work culture 那我覺得 這個幫他們 去 survive 或者去過來 先 或者在這裡 找工作 找學校 是極重要 比心理輔導 一樣重要 所以我覺得 這裡 我們可以用 我們小小 過來人的經驗 去提供知識 而心理輔導 那裡 我們都是有些 患者 很資深的教授 做教授的教授 在我們的群組 亦都會提供一些心理輔導 所以我覺得 總之現在就幫了一些重要的 實際事先 你其實 對 你說得對 因為其實交和都接不少 是不是 如果你那個心理 自己那個 裡面 處理得不好 你給你一間 什麼行為 你給你一份 什麼工 其實都是 處理不到 是不是 我們試過 請這類人 又或者幫他們 找學校 又或者這類人試過 嘗試報了學校 都可以 讀不到 回不了學 因為自己那個 心力交稅 那些事情 都未治癒好 他就不可以 社會地去 獨立地去做 是不是 所以 有師傅 導致你 師傅就不是 我這一科的教授 我聽他說 他負責我幾多分的 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是一些好 在學院裡面 很有經驗 也都是經過香港的教育 知道過來 轉變的程序 是怎樣的 是嗎 從報告開始 到怎麼可以 不是只能進到 你要拿著牆紙 拿著牆紙 拿著牆紙 是不是 還有中間那幾年裡面 你的日子是怎樣過呢 開心地過 抱著枕頭 哭哭地過 還是打死旁邊的房間 還是很成功地走出來 再想做多些 是兩件事來的 都希望大家可以進行 在這個 項目裡面 如果是能夠利用的人士 無論是青少年也好 或者是熟少年也好 是否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可以幫回之後 那幾個年代 都可以去做 沒錯 希望是這樣 轉動 他們又可以幫人 又可以被幫的 因為我們都有一些很資深的教授 如果他們真的有興趣 想行學生這條 這樣的擇項 我們是有人幫到他的 即是有一個 指導 一個指導 去幫他 不正確是他的感覺 但都會有一些經驗 可以分享 是有關閉的經驗 即是怎樣可以做 讀書人 或者怎樣可以做 有一個研究員 甚至去做 所謂的教授 之類的 是很窄的 是很窄的 很窄的 你真的要那種性格 是不是 讀書多不代表 你是喜歡做 不關 亦都不是太窄 可能是要 很怪的 你初初是 可能要讀書厲害 即是 在Undergrad 那時候 但之後呢 是很講你的 Entrepreneurship 即是說 你怎樣 break through 一些框架 因為是 很多框架 但你怎樣 找一個 小小的 裂縫 去推進一些 新的知識 新的知識 那些人又要買你 又要用你的東西 又要找你去演講 那這個是很entrepreneurship 的東西 不是 即是好像開茶餐廳 那樣 很少人 一個堂教你 怎樣開一間茶餐廳 那變成是 一個師傅制 會好些 你看著那個師傅 怎樣做 而那個師傅 可能有時候都講不到 給你聽他怎樣開 那間茶餐廳出來 總之你就跟著去 施物擺奶茶 沒錯 就看了 你要看他怎樣去應付 如果別人查他的台 他怎樣去處理 那樣 所以這一個 mentorship 的program 是很適合 在這些entrepreneurship 的形式 的行業 那裏 去教授一些知識 是的 大家不要認為 不要誤會 academic這行業 哇 我們很 很淋捨捨的 握手 是不是 都幾cut throw 有時候 又要欠錢 最重要的是欠錢 你不寫到那些grunt 就捨不住自己的工作 沒錯 你不斷是用 你有剩下的時間 你不斷是用 欠錢 又不可以踩到別人 又要給別人一些位置 是的 很複雜 你要希望自己有鏡頭 那鏡頭 那鏡頭就可能把名字 放到那些什麼publication 那裏 做些什麼conference proceeding 有些什麼speech 要做到這件事 得利 又不可以 是不是 有腳趾 但是你的外出和實體 又要在這裏 就是不可以只靠 就是靠 你一定要有實在的東西 但又不可以太過超時空 又要適合時代 又要適用 那樣 就是有人幫你才行 那你說現在 現在研究COVID related的東西 那就好了 什麼項目都可以 就是有很多funding 這個就是那個tips 就是說你又要看那個時代的需要 那個適應 那樣 就是一個很奇怪 很窄的 很adaptable highly analytical 和adaptable 是不是 如果你是適應一些 我說你做 你不要問了 那種的教育模式 這一類工種 不適合你 但是其實你加入去 你用這個講學者聯盟 都不是沒有幫助的 如果你是這一類的人的話 你可能拿到一個幫助 就是我怎麼可以有些interview skills 去job interview 那時候會interview得好些 或者那個resume 怎麼可以寫得好些 就是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人 對 對 有不同的東西 不是每個人都會做academic的 沒有的 是啊 所以是 很多人拿了PhD 是不做academic的 因為你 你不預期我做完一個PhD 我變成一個entrepreneur 就是一個 那些叫什麼 中文就是 很有企業管理 很有企業管理 很有企業方式的人 但是呢 企業家 without making the money 是的 還要企業家 完全是一個scan 哈哈 喂我們現在 全程是我們 是喝啤酒 吃花生說話 多一點 搭嘴都很嚴重 哈哈哈哈 很多苦水都要喝 是啊 因為呢 academic 我是伴侶人 兩樣都有 你有經驗嗎 是啊 那我就認為呢 我喜歡那種 independent thinking 那些research 那些看別人沒看過 了別人沒理過 講別人沒講過 我喜歡那些東西 沒錯 但是我不喜歡那些東西 那些真的很慢 好慢 所以又要沒有些東西出來 還有你要做很多 很多免費的勞工 是啊 還有如果你是想著 靠這件事 看到海裡邊 有個人伸了手 出來叫你救 你要用這件事救他的話 是死了很多人 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或者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或者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救人 你是反而提高大家 對於海裡有意外的人的 認識就差不多 搞一些方法 搞過一些方向 搞過一些方向 又做傳媒 其實這些呢 大家都有份做 那就是是不同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有不同的適應能力的人 是做不同的 我自己都不是一個成功的學生 所以我自己都是在摸索 所以我都需要師傅 那我又做 又做 也都 mentor 別人 也都被人 mentor 的 那希望有一天有突破 但是是一個很窄的career 也都不是很… 所以你不是認識很多人在一行 不是因為什麼象牙塔 而是真的 是你要這麼巧 有這樣的技術 也都是 捱得住那個… 是 要磨爛隻 又有毅力 是 又要捱得窮 是 要捱得被人搶光 是 所以 所以 血肉屎可以講很多 但是那個換回來的東西 又很有趣的 就是你會有一些很成功感 好像你剛才說 你全世界沒有人撩出來的東西 你撩出來 是你第一個發言 你去發表 那些那個成功感 也是錢是買不到的 那又要 balance 就是你… 你…你希望可以… 你…你工作裡面是有些成功感 也都是賺到錢 那所以 不是那麼多人可以那麼巧 可以深入去 academic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行業 嗯 好了 那麼如果是你想去 接合HKCAN 這個這麼特別的組織的話 就是… 就是… 由… 你想怎樣去入學 選什麼學校 選科 建功 到… 真的想成為academic 這些師傅都可以幫助,也不只是在加拿大,也有美國,也有歐洲,所以大家可以去接觸他們 我們把連結放在影片下面,你就去檢查一下 最後,Yvonne,你從一個研究療程式的角度,可不可以打氣說我們迷途小羔羊 其實我應該要離開,但我的屁股很情感,接著在椅子上,我應該怎樣呢? 趁年輕人出去看看這個世界,你未用過iPhone,你不知道iPhone是好的 所以真的要… 又或者不知道他有多小 你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些什麼,所以我覺得不是永遠的 而且你離開不代表你永遠都不會回香港的 所以我覺得是趁著這個這麼好的機會,開放加拿大政府 很不久的,這個不會很長的時間 它開放你趁著現在趁機去看看這個世界,看看這個外地是怎樣 還有人權、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可以實踐到的 這裏某程度上不是100%的,但也是很自由的 所以它令到國家、國民也會強大 所以這件事我們在香港是感受不到的 從來你不會覺得…也不知道什麼學術自由 我小時候也不覺得那些是有需要的 但當你來了這裏,你就會覺得真的有需要,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各位手足、年輕人 去放眼世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又可以讀萬卷書,又可以行萬里路 那加拿大現在這麼巧開放,應該去看看增港見聞 也同時可以有機會幫自己保存到本身原居地保存不到的東西 去磨鍊一下原居地已經沒有機會讓你磨鍊的技術 從而希望有一天可以共建和其他地方都不足為奇的 是,沒錯 多謝你,Yvonne 教授 多謝你,Anna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你們下次見